我的前女友住进我家 成了我妹妹 四下无人时 她扑到我怀里吻我 哥哥 你是我的 不论你逃去哪 我都会找到你 她声音里燃烧着炙热的疯狂 我被吓得哆嗦 过年不见 她的病似乎更重 我踏入家门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客厅里的柳如烟 五年前被我甩掉 为我要死要活 对我苦苦哀求的少女 如今退去了身上的青丝 她像是有毒的蜜糖 清纯又带着诱人的腰 我懵了一秒 完全想不到和她再见 会是这番光景 这世界上最离谱的事出现了 我爸在婚 他要娶的是我前女友的妈 而这母女二人 现在已经住进我家 我同柳如烟隔空撞了下眼神 随即躲闪地一开眼睛 如烟 这是陈汉生 汉生生日比你大 你要叫哥哥 说起来 你们曾经就读同一所高中 这也是一种缘分 我爸开始热情地 为我介绍我的前女友 陈汉生哥哥 很高兴认识你 柳如烟看着我笑 向我伸出手 一副与我初见的模样 我垂在身侧的手指 下意识收紧 面对她的自然 热情 有些说不出的紧张 我们当初分得很不体面 我发现了她的秘密 她有病 重度偏执 重度抑郁 在她的日记本里 我瞧见了她的阴暗 她有很多极端想法 而那些想法 全部都是夹住在我身上的 什么想把我关起来 想要我断手断脚 要我只属于她一个人 只有她一个人能看到 那些带着戾气 带着极端情绪的文字 天知道 憋了半天 声音地挤出两个字 晚饭时间 我坐在餐桌边 脑子乱糟糟的 时不知味 偶尔同柳如烟视线相撞 我都很局促地一开视线 这顿饭 我是真心吃不下去 最终 我找了个借口 回了自己的房间 皮燕 你知道这些年柳如烟 都在做什么吗 她过得好吗 后面有恋爱吗 我同柳如烟分手后 这是我第一次向朋友打死她 怎么问起她了 皮燕的消息很快回过来 没听说她有新的恋情 不过 她现在应该过得挺好 她创业开了的公司 学霸就是牛逼 不过 陈汉胜 你当初到底 为什么非要跟她分手呢 他们会对你 可是各种言听计从 其实有件事 一直都没跟你说 怕吓到你 也怕你有心理压力 陈汉胜 如烟为你自杀过 但你跟她分手 出国不久后 据说被发现时 她流了特别多的血 只差一点就死了 我懵了 眼睛看着手机上 跳出来的消息 早一回才回过神 自杀 我拿着电话的手抖下 这样的字眼 让我觉得沉重又恐惧 这个晚上我失眠了 一闭眼 我就会想到皮燕 跟我说的话 即便时隔多年 人命的分量 仍旧压得我 后破气 她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这些年过去 她对我还有感情吗 她应该放下我了吧 她的病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 想给自己倒杯水 但很不巧 屋里的水壶没水了 我叹口气 怨命地打开房门 去了厨房 一片静谜中 如烟自我身后悄然靠近 在我察觉的时候 她已经站在了我身边 她穿着白色的棉布睡裙 巴掌大的脸半仰着 黑白分明的同人 无声地看着我 私下里同她面对面 刚刚又知道了那样的消息 我有些说不出的紧绷 你要喝水吗 几秒钟后 我努力调整呼吸 尽可能保持冷静的开口 嗯 她浅淡地应了一声 动作自然地将手上的杯子 递到我面前 我呼吸沉了沉 将杯子接过来 哥哥 她声音软糯地开口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在外面开心吗 嗯 挺好的 我凝了下眉 压着吊子回音 如烟 我希望我们能和平共处 我又想了几秒 试探地开口 我妈音病没了十几年 如今我爸跟她母亲走到一起 我是真心希望她能有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她晚年幸福 过去的事 就让她过去 行吗 有如烟没说话 漆黑的毛子 长时间停留在我的脸上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如烟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 你应该能懂我的意思 我强调地开口 眼睛下意识看向她的手腕 她的左手带着银丝的女士万秒 某些想法在我脑子里快速闪过 只是很快 我将那冒头的想法压下去 我不允许自己想得更多 时间很晚了 我现在要回去睡了 我迫切地从如烟身边离开 脚步散乱地走回卧室 关上门 我一颗心跳地飞快 我能感觉到 在我身后 柳如烟始终紧盯着视线 次日 为了避免同柳如烟碰面 我起了个大早从家里离开 只是我没想到 我上午需要面试的公司是她的 而她是我的面试官 我是真的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 顶层办公室 我看着坐在黑色办公桌后的柳如烟 坐 她用手撑着下来 对我露出无害的笑 黑色桌案上 这会摆着一份早餐 看包装 这是我学生时代 特别喜欢吃的那家店 她没有忘记我的喜好 只是 于我而言 这并不是个好信号 哥哥 今天你出门没吃早餐 现在吃吧 我在原地迟疑了几秒 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去坐下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公司 如果知道 我肯定不会往这头捡铃 柳如烟点点头 淡淡硬着 她全皮脸上挂着笑 同我的严正一旦 形成鲜明对比 办公室里的气氛 有些说不出的压抑 结合柳如烟现在的种种表现 我已经不得不怀疑 她还喜欢我 一份指质报告被她推到我手面 我侧头看不去 诊断证明几个大字 极具刺激性地挑动我的神经 哥哥 我好了 当年你看到的那些东西 我承认都是我有过的想法 可我很清楚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 我没有丧失理智 我不会真的伤害你呢 我打断她的话 阻止她继续说下去 柳如烟 我女朋友今天回国 抱歉 我现在得去机场接她了 抬头 我看到柳如烟瞬间变化的脸色 她脸上没了之前甜甜的笑意 脸色冷白得吓人 再去前缘什么的 坦白说 同她分手的这些个日日夜夜里 我不是半分都没动过这种念头 我有过松动了 甚至 在回国时 我很频繁地想起她 可这些想法 在昨天全数消失 在知道她母亲和我爸的关系后 我对她 就只想彻彻底底划清界限 柳如烟的情绪似乎有些不受控了 我的一再拒绝 大抵触及了她的底线 这样的她 一如多年前 让我感觉到危险 我从柳如烟的办公室离开了 晚上 我带着徐一一回家 爸 这是女男朋友 我牵着徐一一的手 对我爸介绍着 眼睛则看向她身后冷着脸的柳如烟 交女朋友了 陈汉生 之前怎么从媒体里说起过 我爸诧异地打量着徐一 跟着笑呵呵同她说话 看起来 搬出去住 我找到工作了 上班的地点离家有点远 聊天见戏 我找着机会 提出要求 出去住 我爸皱了下眉 有点犹豫 哪家公司 既然这样不方便 不如去我呢 哥 你来帮我吧 柳如烟忽然冷的嗓子开口 我存心忽略她 对她的话不做理会 爸 我在国外都是自己住 我能照顾好自己 而且 我自己住惯了 在家 我反倒觉得束手束脚的 我看着我爸 说得愈发明确 行 那就按你的意思来吧 我爸叹了口气 柳如烟出现在我门口 她冷着连几步走到我面前 你和那女人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为了夺我 你要做到这种地步 哥哥 这是你家 即使要走 走的那个也应该是我 你想多了 我只是单纯的为了工作考虑 至于我和易奕 我不认为我有回答你的必要 我手上收拾东西的动作停了 避正词言的表态 柳如烟 我们早就结束了 早在五年前 事实上 柳如烟的猜测都是对的 我就是想要夺她 徐依依就只是我 拉来演戏的假女友 一箭双雕 我一方面想断了柳如烟的心思 一方面想借此搬出去 避免同她见面 哥哥 你跟她断了 不可能 柳如烟的手用力地攥住我的手腕 哥哥 别这样 行吗 柳如烟 我们结束了 如果你当初听得还不够清楚 我不介意再同你说一次 我陈汉生不知回头草 尤其是你这种带病的草 为了让她死心 我刻意将话说得很绝 我好了 哥哥 我给你看了诊断证明 我没病了 我是正常人 柳如烟咬牙切齿地说着 她的眼睛红了 她的样子 让我有一瞬觉得 她会在下一秒哭出来 曾经 在挽约我的时候 她是哭过的 她在当时的模样 落在我心里 成了无法抹掉的烙印 我的心颤了下 态度仍旧强硬 柳如烟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复发 你就是个精神病 没有治好的可能 我拖着行李箱下楼了 你那个名医上的妹妹 在楼上看着我们了 徐一一走到我身边 将行李箱接过去 主声在我耳边说着 不用理她 作戏要全套 楼下 我轻易地挽住 徐一一的手臂 你们这关系 也是有点混乱了 说真的 她看你的眼神 我感觉有几分 说不出的病态疯狂 她不会报复我吧 徐一一挪挪嘴 对我调侃着 你怕 不怕 徐一一笑了 跟着凑近我 陈汉生 我真心觉得 你可以考虑考虑我 不如我们假戏斟作 少来 现阶段 我对感情没什么想法 一个柳如烟 已经让我十分头大 夜 十点 我拖着行李箱 进了公寓 这里是我仓促下租下来的 白天的时候 我都没怎么看 就选了这里 不过 中介服务不错 有让终点工过来打扫 外加上 原本就是精装修 我直接拎包入住 倒也不需要费什么心 你从家里搬出来了 陈汉生 你就那么不喜欢柳如烟 按你的说法 他对你欲情未了 是吧 他其实没什么不好啊 养得好看 未来一片光明 又爱你挨到骨子里 就他这样的条件 你现在打着灯笼 都找不到 视频一端 皮炎费解地问着我 以我爸和他妈现在的关系 我跟他怎么在一起 我不想让我爸为难 咔哒 门开的声音 墨地传入我耳朵 我愣了下 脸色变了变 快速从床上起身 如果我没有听错 有人开了公寓的门 进来了 小偷吗 我在心底猜测着 海城的治安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 我这也太倒霉了 从家里搬出来的第一天 就遇到这么恐怖可怕的事 我在房间里私下搜寻着 试图找个能够防身的物件 然而 没有 什么都没有 现在卧室里就只有我的衣物 我人站到门口 伸手握住门把 想要把门反锁 都说乌漏偏逢连夜雨 人倒霉了 各口凉水都塞牙 这话可真半分不假 白天我没仔细看过着 到这回 我发现这卧室的门锁是坏的 锁不上 根本锁不上 门外 靠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努力平复情绪 在手机上按下报警电话 哼 在我刚刚按下的时候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很意外 瞧见来人 愣住了 柳如烟 怎么会是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哥哥 你很紧张 以为是有坏人进来了 抱歉 我没想吓到你 柳如烟看着我 一脸都无辜 我还是很懵 嘴角抽了抽 好一会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为什么会在这 柳如烟 你怎么进来的 这是我的房子 你没权利 不经我允许就进来 你快点离开 立刻出去 我刚刚受惊不小 这会感人的时候 明显气势不足 柳如烟 你快走 不要让我一再重复 你那个女朋友呢 她没在这 柳如烟微调了下眉 眼睛省视地在我卧室里群训 我眉心领得更紧 不得不开始动手去推她 可下一秒 她直接扑到我怀里 将我压在墙上 哥哥 她像是委屈地开口叫着我 长长的睫毛在空气中轻颤 柳如烟 你松开我 你是女孩子 自重点 我不要 我不要松手 她声音黏黏呼呼 已经夹带了娇称的哭腔 哥哥 你跟姓许那女人没关系 对不对 今天你做的一切 只是想要我远离你 是吗 你以为这样我会对你放手吗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要你 只要你 你是我的 不过 你搬出来也好 这样我们在一起更方便 知道吗 我很想你 这几年我们分开的每一分 每一秒 我都在想你 别再逃了 也别再想着逃 因为不论你去哪 我都会找到你 我原本还想要同你慢慢来 可你现在的表现 让我一刻都懂不了 她细密地吻 落到我脸上 我梗上 柳如烟 柳如烟 我急切地叫着她的名字 试图换回她的理智 她疯了 绝对是疯了 她怎么不管不顾地跟我这样 今夜发生的一切 对我来说都那么的带有冲击性 都那么的不真实 许久之后 在我的唇淡被吻到肿痛发麻痴 柳如烟在我耳边轻笑 哥哥 我感觉到了 你对我仍有感觉 我的脸热上来 当初被我随便撩搏一下 就会脸红 害羞的柳如烟 她现在 真的很会 我无法否认 刚刚一乱情迷中 我一直不坚定地回吻了她 柳如烟 你够了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能这样不自爱 我伸手想将她从身上扒下去 我刚刚那只是下意识的反应 那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你马上离开 你现在非法入室 已经触犯了法律 我对着柳如烟 举起手机 试图用这样的方式 让她重视我的足够 事实上 这只是我的虚张声势 我并没有报警的想法 非法入室 哥哥 需要我提醒你 中介跟你签的租赁合同 是一周以后吗 她只是提前交给你钥匙 现在这一周 不算费用 也不在我们的租赁器里 我现在不过是回了自己的房子 至于自重的问题 我们以前不是经常做这种事吗 你一直很喜欢她 刚刚 你分明比我还要激动 柳如烟的话 刺激得我脑袋瓜子嗡嗡的 这是她的房子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要巧的事 我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在哪个环节 被她算计的 这里是我今天买的 早在收到消息 你要租这里 我就联系了房主 将房子高价买到手上 看出我的疑惑 柳如烟对我眨眨眼睛 颇有几分狡黠地做出解释 临时起义 临时买的吗 我看着柳如烟 除了无奈 还是无奈 我们分手了 我们早在五年前就分手了 如烟 我不会接受你 我不会重新跟你在一起 我说过了 我不想有一个精神状况 不稳定的另一半 我不接受精神病 如烟 我早就不喜欢你了 我不要你了 精神病 一天之中 这是我第二次这样说她 我知道这三个字有多伤人 可我现在能想到的 就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推开她 四周的空气 似乎突然格外安静 好一会 柳如烟看着我笑了 然后又哭了 最后她用手抹掉眼泪 一脸倔强 嫌弃我 可怎么办呢 就算你再怎么嫌弃我 恶心我 我也不会放手 哥哥 其实你说的没错 她低头摆弄了下指甲 走到我面前 指尖缠上我柏梗间记者的领带 今天我给你看的诊断证明是假的 我没好 从来都没好 我的病甚至更重 我错愕的睁大眼睛 没想到会从柳如烟嘴巴里 听到这样的消息 居然 真的是假的吗 怕吗 她看着我惊讶的表情 脸上笑意加深 她就乖一点了 哥哥 你别逼我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毕竟 精神病患者受到刺激 后果不堪设想 她微凉的指尖 抚摸上我的脸颊 我刚刚听到了你在房间里说的话 你很在意我妈和你爸的事 那你就更要跟我在一起 不然 我会把我们的事 直接捅到他们面前去 我看着眼底燃烧着疯狂的柳如烟 无力又无奈 如烟 这样有意义吗 做人不能这么自私 你不能只考虑自己 自私 柳如烟品味着我的话 笑得尖锐 不自私 能够得到你吗 只要能得到你 哥哥 我宁愿卑劣透顶 她现在是真的捏到了我的软胃 我妥协了 不过 我并也不是任人捏扁楼园的性子 我想过了 就算是一种放纵 同柳如烟荒唐一场 当然 我会藏好我的情绪 我是不会承认的 相安无事的五年 这个晚上柳如烟一直窝在我怀里 抱得我很紧 我数次尝试 想要跟她拉开距离 可每一次都失败了 她两条手臂像藤蔓一样 孤着我 她掩盖伤疤的腕表被摘下去 万间明显的刀痕 看得我心惊肉跳 有些事 知道是一回事 实际看到是另一回事 看疤痕的状态 当时现场的惨烈可想而知 她割得极重 疤痕很深很长 柳如烟 她到底是真的动了 彻底放弃生命的心思 察觉到我的视线 柳如烟动了下手腕 显出掩盖隐藏的意思 挺恶心的 没什么可看的 如烟 你那个时候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声音低雅 沉得厉害 如果我说 我是为你 你会对我多一点在意吗 应该不会吧 她嘲弄地笑了一声 我不是因为你 同你没关系 我这样说 你会不会松了一口气 主要是我的病 当时病情使然 你知道的 我重度抑郁 我有严重自毁倾向 这很正常 或许当初我该割的再重一点 那样的话 现在的你就不会被我这个精神病缠着 我没那样想 你别这么说 我宁起眉 反驳她的话 柳如烟没在吭声 只靠在我怀里 纯伴轻力地吻了吻我的下巴 我身体僵了下 心里计算着时间 眼下距离我爸跟他妈结婚的日子 还有隔十来天 次日 我醒过来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开放式厨房做早餐 我站在客厅看了她许久 心底复杂的情绪涌动 曾经 我也是吃过她做的早餐的 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想过跟她天长地久 其实我是有些渣男属性在身上的 一直以来 我都没法想象 长久地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会是怎样的情景 我觉得我会烦 会腻 可在同柳如烟相处的时候 我没有产生过这些想法 至少 在没有发现她的日记本 在没有发现她有病之前 我都很喜欢她 我喜欢她爱撒娇的性子 喜欢她一脸甜蜜的看我 哥哥 你醒了 过来吃早餐吧 柳如烟回头看向我 神色自然地叫着我 我拖着步子 慢吞吞走过去 放松点 哥哥 你怎么表情这么难看 我们重新走在一起 这是应该庆贺的事 你要笑 柳如烟看着我弯了弯唇 鄙视的她 全没了昨夜展现出来的骗鸡 不同于她的好心情 我是一点都笑不出来的 你的病 这些年有好好看一看吗 如烟 要不 我陪你去看看 怎么样 当年解决问题的方法很不成熟 时过境迁 现在躲不掉 同她又纠缠到了一起 我有了想陪她一起面对的想法 若能进行治疗 这次我走的时候 她也许可以平常对待 没必要折腾了 这种病 你不是都说了 没有治好的可能 明知道结果 还浪费这个时间做什么 你若是怕我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 柳如烟暗色的同仁凝视我的脸 我可以向你承默 只要你不试图离开我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该知道 即便我叨了自己千百次 我也不会舍得碰你一根头发 早上陈叔给我打电话了 他晚上要去举办婚宴的酒店看一下 我说你会带我一起过去 我不赞同的皱眉 你怎么这么说 你让我爸通知我就好了 你这样讲 引起他怀疑怎么办 有什么可怀疑的 哥哥 你未免太心虚了 我现在是你妹妹 陈叔很乐见我们关系走得近 另外 我跟他说了 你以后来我公司帮我 陈叔已经同意了 我看着柳如烟撇了撇唇 表现出绝对强势的他 让我十分招架不住 一个小时后 我站在柳如烟的办公室 瞧着他办公室里多出来的工位垮下脸 谁能想到 他让我做他助理 还是跟他同一个办公室 同一个空间的那种 他这是要一天24小时的盯着我 皮燕 柳如烟这几年的事 你还知道多少 我坐在距离柳如烟不远处 他为我特别创造的工位上 再次向皮燕打探柳如烟的信息 昨天话说一半 你就消失了 怎么又想起问他了 柳如烟的事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陈汉生 其实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太多了 你爸和他妈的事 不该成为你们之间的阻碍 遇到了对的人就该抓住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柳如烟复合呢 错过了他 你以后可不见得还能找到这么爱你的 我看着皮燕的信息 默了几秒 不行 做人不能那么自私 我不想做让我爸为难的事 等我爸结婚后 我打算再次出国 不在这边吗 以后如果没什么事 我都不回来了 你又要离开 只有我离开 柳如烟才能收了他的心思 我现在的身份 只能是他哥哥 我们之间不该有任何感情上的牵扯纠缠 所以 你就是为了夺柳如烟 陈汉生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 因为就应该这样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理性地坐着回复 殊不知 我现在发的每一条消息 全部都暴露在柳如烟眼前 就在我手边的花盆上 柳如烟让人安装了摄像头 晚上八点 我和柳如烟到了我爸预定的酒店 我也是到了才知道 今天婚庆公司来了人在这彩排 要提前走一下刘皮 我和柳如烟站在边上 远远地瞧着我爸和他妈 分明都已经活了大半辈子 可这回 我在我爸脸上瞧见了以前从没见过的青色 他像是回到了年轻时 整个人刚刚情窦初开 在看柳阿姨的状态 他跟我爸差不多 两个人之间那种特有的 爱人之间的甜蜜 饶食他们没有特意表现 只要长了眼睛 任谁都看得出来 我爸很喜欢你妈妈 他们感情真好 之前我爸在电话里便对我表达过 他对柳如烟母亲的喜欢 眼下我又亲眼见证了 柳如烟情绪冷淡 今天在公司的时候 我就有察觉到他心情不好 你不开心 我拧了下眉 探究地问他 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我妈找到了他的幸福 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幸福 柳如烟怒了鼓嘴 巴长大的脸上 表情依旧冷冷淡淡 我心虚地看了他一眼 表情不自然地变了病 他想要的幸福 我是给不了他 我没做回应 柳如烟也没再说话 将近十点 婚庆公司的彩排结束 我爸带着柳阿姨离开 领走前 他将如烟交给我 要我送他回去 我看出来了 如烟说得没错 我爸是真的半点都没多想 非常乐见我能同他相处愉快 我们回去吧 瞧见我爸走远了 我侧过头同如烟说着 他看着我没动 忽然伸手将我 往红色的礼台上扯 柳如烟 你做什么 我同他拉扯 可他始终坚持 礼台上 柳如烟一脸虔诚 站在我面前 哥哥 我一直都在想我们的这一天 我想嫁给你 我想做你的新娘 我的眼眶忽然很酸 扭过脸瞧向一边 刻意不去看他 柳如烟雾雾字笑了下 从裙子的口袋里 拿出红色的盒子 将里面的戒指 强硬地戴到我手上 你向我求婚 我向你求 带着 陈汉生 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天 你就必须带着 我同柳如烟回到公寓 刚进门 灯还没开 黑暗中 说不出到底是谁主的 我们纠缠在一起 哥哥 我一直都有察觉到他的一样 可我想不出到底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该怎样给他安抚 我们的同居生活就这样开始 坦白说 我们相处不错 不夸张地说 可以称之为和谐 我和他 似乎回到了曾经 如果不是我爸婚礼的日子 在不断临近 我有些时候 真的会恍惚地以为 我和柳如烟能够就这样 一直相伴相守 我会以为 一切还能够重新来过 只是 有些东西 仅限于假设 我爸婚礼的前一天晚上 柳如烟还着我的腰 贴在我身上 捅我撒娇 哥哥 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在一起 我垂下眼帘 声音低缓 可以啊 我们现在不就在一起吗 按你的要求 如你所愿 嗯 伴上 柳如烟应了声 低笑着 是啊 我不会放手 哥哥 你永远只能在我身边 哪怕你不愿意 我说过 你逃不了 后半夜 我睁开眼 伸手拿过手机 再次确认地看着 我在网上订好的飞机票 十几小时候 我会再次离开 坐上去国外的飞机 这件事 私下里我已经同我爸沟通过 他对我很不舍 可终究同意了 这一切在我的要求下 秘密进行 我想 等柳如烟发现我离开的时候 大概 我早已上了飞机 这些日子的相处让我觉得 那一日柳如烟对我的威胁 其实就是吓唬我的 他没有那么疯 一个人再怎么变 本质本心不会变 他不是那么自私 那么利己主义的人 他不至于为了我们的事 破坏他妈妈的幸福 让他妈和我爸为难 我醒过来的时候 柳如烟人不在 我困惑地拿过手机 给他打电话 电话是通的 但他没接 他先过去婚礼现场了吗 我拧了下眉 早上在我睡得正沉的时候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 他好像趴在我耳边说爱我 我摇了下头 重新整理思绪 紧跟着快速起床洗漱 今天事情很多 我要过去婚礼现场帮忙 婚宴上 我忙得脚不沾地 根本没有分心 去想柳如烟的时候 直至五点 要赶飞机 我走到我爸身边 同他道别 陈汉生 在国外照顾好自己 若是受委屈了 马上回来 我爸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 看着我 脸上闪过对我的不舍 我知道了 爸 新婚快乐 我笑着点点头 同我爸说了几句话 走到休息室 拿过之前整理好的行李箱 到了这回 一直被我有意无意遗忘的柳如烟 再次浮现在我心头 我以为今天能够 同他再见上一面的 结果 或许这就是天意 我鼓了鼓塞帮 长出一口气 头也不回地上了出租车 我的离开比我想象的要顺利 在我开始登机的时候 我的心情复杂难言 并不全是离开柳如烟的解脱 我也有同他分离的压力 还有对他很深的担忧 发现我已经不在海城时 他会是什么表情 什么心情呢 应该还是会难过一阵吧 不过 现在的他到底不是年少稚嫩的时候 他必然能够自我调节的 我带着几分自我麻痹的响着 我的手机 在这回末地响起来 来电话的是我的兄弟皮炎 陈汉生 你听说了吗 柳如烟出事了 他居然有精神疾病 现在入院治疗了 天啊 那你当初跟他分手 是不是就因为这个 什么意思 我站住脚 周身的血好像在这一瞬都冷了 柳如烟有病了 难道你不知道 这种病案里说不太可能突然有吧 而且 根据我现在掌握到的消息 他的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了 真是太可怕了 这么看 你跟他分手是对的 精神病啊 都不是个正常人 就算是学霸 现在再怎么成功 这一个缺陷就足够抹杀他所有的 你到底哪听到的消息 我情绪紧绷 握着电话的手指用力道发白 我有朋友在柳如烟的公司上班 这消息是他告诉我的 就在今天 柳如烟已经收拾东西走了 算算时间 现在这回他应该已经入院了吧 有病就该去治 不过 听说这种病很难治好 这一次进去 柳如烟怕是不会再出来了吧 你能帮我问问 他在哪家医院吗 我说话的声音开始颤得厉害 这我不知道啊 你等一下 我问问看 陈汉生 你关心这个做什么 你问问 我提着行李箱 转身直接往回跑 最后我心里没有任何世俗纷杂的想法 我想的 就只有柳如烟 我想他突来的病 想他一个人在医院的孤独 他终究只是个小女孩 他现在是不是很失落 无助 他曾经努力拥有的一切 居然就这样什么都没有了 皮燕很快将医院地址发到我手机上 我看着医院的名字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 柳如烟 你还好吗 医院 带着消毒水位的封闭病房 我凭着呼吸 看着坐在病床上 一身病腹的柳如烟 还好 这样不是很好吗 哥哥 你自由了 我在这里便不能威胁你 也不会纠缠你 你每天都在想着要怎么离开我 不是吗 为了离开我 你甚至要再次出国 柳如烟一脸平静地看着我 打破我最近的粉饰太平 你知道 我愣了下 表情直接僵住 知道啊 你赢了 哥哥 我终究不舍得强迫你 让你在我身边强颜欢笑 虚与尾仪 我的心也会痛 所以我成全你 哪怕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里很好 这让我不会在你面前爱人 而你 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 你可以拥有你真正爱的人 你能够同一个正常人结婚 生子 我被惊得说不出话 柳如烟 离开这把 忘了我 从此以后 再也不要想起我这个精神病 如烟 我眼眶红上来 一直以来被我藏起来 压抑住地对柳如烟的感情 彼时一股脑地迸发出来 我从未想过要你这样 我只能这样 我控制不了自己 哥哥 知道你在哪 我会控制不住地去缠你 找你 只要我是自由的 我就进入你的生活 我会打扰你 我会让你厌恶 我说过的 我的病更重了 哥哥 我会控制不住地靠近你 那就缠着我好了 我没有厌恶你 如烟 我从来没有厌恶你 我们在一起 我们永远在一起 再也不要分开 我用力攥住他的手 终是许下此前 一直都在犹豫地沉默 我爸那边 我去说 我会跟他沟通 陈汉生 我转过头 他在靠近我 现在 我想主动一次 陈汉生 你和如烟 我爸惊讶地看着我 迟疑着开口 脸上表情严肃 爸 就是你想的那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跟我出来一下 默了几秒 我爸沉着调子开口 哥哥 如烟担忧地拉了下我的手 他现在活动并不自由 你没必要受我牵连 你不用管我呢 我在这里很好 你闭嘴吧 我带着脑衣 朝他吼了一声 跟着抬脚 跟着我爸一前一后出了病房 全然不知 在我身后的柳如烟 脸上露出一丝 转瞬即逝的笑 陈汉生 你和如烟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爸您这眉 探究地向我询问 学生时代 您之前不是察觉过吗 还跟家里的司机 打听过我是不是恋爱了 就是那个时候 我是跟他分手 才提出要出国的 所以 你这次跟我说要离开 同样还是为了他 是 我点头 肯定地回复着 如烟的病 你考虑过吗 陈汉生 你不是小孩子了 有些话 我不说 你应该懂 我明白 我想好了 下河崩得很紧 这件事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严重 陈汉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 我的事情会成为 你的负累 你和如烟的事 我不反对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我会支持你 我不需要你 为我的幸福让路 我和你阿姨 活了大半辈子 没什么事是参不透的 我和他不扯证了 原本这张纸 对我们来说 也就是个形式 这样 你和如烟的阻碍 也就不存在 汉生 我们家关起闻 来过自己的日子 你的幸福 才是爸爸最看重的 我没想到事情 可以这么轻易地解决 似乎一直以来 我将这件事 想得过分严重了 过了一回 我重新回到如烟的病房 哥哥 你跟陈叔叔都说什么了 柳如烟满脸 紧张地看着我 自重逢以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 看到他这副样子 我爸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我走到他身边 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我不要你在这里治疗 如烟 我们回家吧 哥哥 我有病 我很危险 也许哪一天 我真的会做伤害你的事 我相信你 如烟 你不会 哥哥 你没必要同情我 不是同情 如烟 我爱你 你听好了 我爱你 我们去办出院手续 我们离开这里 你说真的 如烟咬着唇 黑白分明的眼睛满是怀疑的看着我 真的 我爱你 柳如烟 我们在一起 这次我不会再同你分开 哥哥 你不能反悔 我不会反悔 永远不会 我低头 闻上他的唇瓣